用鎖鏈緊緊扣著電線桿 巨大的銀色箱子 就好像保險箱 但怎麼會放在馬路旁 有民眾因為太過好奇 拍下PO網詢問 就有網友戲稱 裡面是裝拉麵吧 也有人開玩笑說 拿了可能會有人出來叫你姐夫 但這裡面究竟裝了什麼東西 大家都一頭霧水 方便電箱嗎 應該是他的控制電源之類的 那是我們作為 交通量調查的設備 答案揭曉原來是公路局 用來監測交通流量的設備 全名就叫做交通流量監測箱 每個箱子內部都會配置 一台小型電腦和鏡頭 在底部則會放置一個電瓶供電 設定好之後 就會自動記錄經過的車輛 通常用來監測特定路端的 交通流量 一個重要的路口去蒐集 平日的一個交通的流量 它主要目的就是把每天進出的 那個車輛的一個量 把它算出來 公路局為了更有效率的 計算交通流量 於是用機器取代人力 只是為什麼要把監測箱 用鎖鏈綁在電線桿上 還直接放在大馬路旁 第一個怕被偷走 裝在被偷走 所以它大概是 鏈之前把它鏈住 等於說短時間一個禮拜 或兩禮拜完了 它就收走了 因為每次擺設的時間 通常只有一兩週 也難怪有些民眾 甚至從來沒看過 如今神秘箱子謎底揭曉 也算是另類的增廣見聞 見林醫生環君宜蘭報導